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69年前国共两党在重庆展开了一场非常特殊的较量 这场较量它既不是短兵相接 硝烟弥漫的沙场的厮杀 它也不是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折剑 而是以笔代鉴 以填词这么一个特殊的形式进行的文化和精神上的较量 而较量的由头就是因为当时重庆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一首词作 而且是旧作 不是当时作的 是应该是大概九年多前的一首词作 是《清元春雪》 也就是朱老师比较推崇的毛泽东的另一首《清元春》 《清元春雪》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就是我个人看了 毛泽东词比诗好 词又以《两首清元春》这个中间的十亿年 最后它的高峰期 前面是我们前面谈了《清元春长沙》 后面收官之作 就在它这个创作高峰期的收官之作 就是《清元春雪》 这两首《清元春》还很巧合 我经常觉得这就是天意 就从那两首《清元春》里面各取一句话 变成一个庙连 就是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横披江山多娇 你说这个多好的一副连了 而且这也是毛泽东最深的精彩写照 那么这种词 我们很熟悉 我们可以先跟大家一起来温习一下 美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 顿势滔滔 山五银蛇 圆池辣象 玉天宫势比高 须擎日 看红装素果 分外妖娆 江山奴死多娇 隐无数英雄 尽折腰 喜情框汉舞 略书文采 唐宗宗祖 稍训风骚 一代天骄 沉积四寒 只是弯弓射大雕 巨王以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就是毛泽东这首词 我倒最近老看着这个网民呢 他们可能是播着通过什么形式 也可能就是这个点击率来凭中国诗大诗词 不管是哪一种评法 毛泽东的青春雪 必定是在榜首 不光是要上这个榜单 而且名列前三甲 而且呢 如果我们再把它这个条件 现在苛刻一点 写雪的诗里面 我觉得他 我个人认为啊 他应该是第一名 网民大概也是这么看的 包括什么苏东坡啊 什么李白啊 是啊 是 把雪写出这么一个气概来 恐怕前无古人也很难有来者 这首诗写作的实际也比较特殊 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毛泽东诗词创作一个重要特点了 就是他总是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写出最华美的乐章 那么这首诗 有一些人误以为是在重庆谈判 就是四五年写的 四五年发表得不错 他写的是1936年2月6号 就是当年王冲率领红军啊 东渡黄河抗日 然后渡过黄河在山西的小山村 东温 在山西的小山村 清建嘛 在清建那边 清建县 我们这个一说起那个有个顺口流 叫这个清建的石板瓦瑶宝的碳 米子的婆衣 谁得的汗 清建也是个比较有名的地方 对 那因为王冲这首词 他就更出名了 他遇到上大学 然后226号就写下这首词 那么我觉得解读这首词 当然要细说它 恐怕可说的话很多 我就想提供两个点 或者两个关键点来解读这首词 就是他的这个三个艺术特点 气势磅礴 想象浪漫 文词华美 如果最集中的表现在艺术词里面 也就是莫过于清建县学 就这首词 把他的这个三大特点 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气势磅礴 一上去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我觉得青年代毛泽东 他的时候 这个还是观察 这个仰观复杂了 还是比较精细如微的 比如说我们说第一首气势磅 这个一只苍蝇在天上飞 几位鱼在水里游 它都粒粒 粒粒在墓前 那么这个时候 就多大的庞然大物都 都虚没戒指 山五银石 原石那象 画大为小 多么大的庞然大物在他眼中 虚没戒指 而且这个文采 虚秦日 看红张素果 分外妖娆 这种气势把这个妖娆 秀美和那个壮阔 磅礴 在上缺里面 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了 但是如果在穿透历史 纵观历史再来看 那么下去 就是一笔可以说 有这种评论说 毛泽东一笔勾掉五个帝王 就在中国历史上 最有作为的 最有雄才大略的雄军民主 秦王汉武 秦王汉武 唐宗宋主 陈基思汗 巨王乙 就一笔勾掉了 那么我要说的 这个下去里面 有两个什么亮点 就是非常值得给我们深思 一个就是写作实验 刚才我们说的是 1936年年初 这是什么概念呢 像您这个研究军事党史专家 我们来跟我们回顾一下 1935年年底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 对 那么按照以前的党史教材说 大概是三万人左右 那么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资料 这个人数越来少 张学良说的是一万两千人 还有资料说是七八千人 那就是万把人吧 中央红军在刚到陕北 万把人立足未稳 人枪甚少 而且呢 可以算是疲惫之事 疲惫之事 狼狈之事 因为这个我最近看了个资料 当时三百老百姓回忆这一段了 就是看着当年这支队伍 无疑而来的时候 说这个队伍有三个分不清 一个是男女分不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长征路上 所谓男的战士 他也不可能去理发 洗澡 所以头发都是长得非常长 乱蓬蓬的 蓬蓬头狗面 那个时候真是生存是第一需求 对啊 其他都顾不上了 所以他这个男的女的 都是蓬头狗面 都是很长的头发 这第一个分不清 第二个分不清是衣服的颜色分不清 不知道什么颜色 你说它是黑的 还是黄的 还是灰的 也搞不清 灰兔兔的 第三个叫做枪和这个拐杖分不清 基本多数人都是 主着这个在这走路 枪也都主着走 拐杖也都主着走 当然这个也是很自然 大家想想看 经过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 何况还打了很多仗 有的是真是负伤了 打伤了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走都走瘸了 那么就这么一支队伍到了山北 所以当年按说蒋介石的战略意图 我个人理解 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他的战略意图 就是把中央红军 从江西根据地 将近十万人 我把你给追出来了 然后按照他的时间 给你追到湖南 进入贵州 进入云南 到四川 就整个大西兰 他打不进去 通过你追你这个中央红军 然后他的这个中央军 进入到了他以前 深不进的那些地盘了 对了 这又实现了他这个战略意图 然后最后又把你赶到了陕北 赶到了原上 剩下一万多人 那最后就算是你会合了之后 也就两三万人 而且周围是重兵围困 对啊 而且等于是没有后方 基本上也根据地 也不够强大 那么这对于弱势一方 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是你在南方的崇山峻岭 比较便于弱势一方 腾楼跳跃 那么在这陕北原上 非常危急 何况蒋介石这个社已经开始部署了 张学良的东北军 杨虎神的西北军 胡宗兰的中央军 还有西北的其他一些大大学校军阀 乱七八糟 三十万大军兵敌同关 就是他的这个网已经张开了 据蒋介石说 现在是歼灭中央红军的最后五分钟 就他的算盘就是随时我就收拾你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不利条件 就陕北那边是很穷的 说实话 他就是困着你也把你困死了 这么一个地方养不起大军 你想在这么一个地方 想让红军发展壮大得很难的 所以当时毛冬提出红军东征 之所以会东征 实际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们要北上抗日 要为我们的发展 要有开拓新的空间 也有这个 所以才在三六年二月到了清建这个地方 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对 我也是说的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时候 中国共同红军 中国共产党 包括毛泽东个人 他们所面临的这种命运的这种挑战性 比在江西更严峻一百倍 在江西 好来你又根据的一样 你有十万红军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更加危险 但是后来西安事变 这个当然是改变了整个格局 但西安事变 蒋介石想不到 毛泽东更想不到 但是毛泽东问题是在这个词里 体现出来这种雄才大略 和那种豪迈之气 也就蒋介石说的有帝王气 说要批他的帝王气 不是帝王气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读这词感觉就是江山已定 霸也已成 那么这个毛泽东这个底细在哪里 这个我也是经常在琢磨 为什么在那么艰难困苦 那么危险的情况上 他能写出这种词来 他定国安邦 文韬武律 失辞于世 泰山北岛 他 三十二岁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不获之年 属风流人物 环抗今朝 一代伟人指点江山 留下多少激扬文字 诗事合一 有物舒怀 壮丽诗文 冠绝古今 敬请关注 讲武堂正在讲述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下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 围雨茫茫 大河上下 顿时滔滔 山雾银舌 圆池辣笑 雨雨天公 势比高 须秦日 看红庄宿国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交 因无数英雄 竟折腰 洗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 长吉思汗 指石弯弓 十五大雕 据王尹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毛泽东这首旧作的公开 是重庆谈判的一个花絮 重庆谈判之前 由于当时的延安 地方偏僻 被敌战区和国统区重重阻够 诗人对毛泽东了解不多 这首词公开的时机 恰到好处 彰显出毛泽东个人魅力 和个人形象 重庆谈判时 了解毛泽东 常为一时险学 可谓轰动一时 他让人们看到了 一个诗人毛泽东 我认为就是一个文化 毛泽东对文化的自信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 早年当过国民党的代理 全身部长 也等于是 国民党里面 他也是第一支笔 那么他也深知国民党 包括蒋介石在内 这个文化底蕴如何 同时他深知历史规律 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你要得民心 光是靠暴政 靠武力 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可能诚一时之胜可以 实际上常识肯定不行 那靠什么 靠文化 文化文化 要化成天下 那么这个东西毛泽东有底气 所以他在长城中上 看有的资料说 他身份的人几次提出来 说把他的文方四宝里面 那个宴台又扔了 说别的背着还好 这个宴台不就是块石头 那么扯你背着多麻烦了 咱把它扔了 你走到他写字 咱们给你找个碗 找个盘都可以写 毛泽东这个人 本来是比较好说话 在这个文章 顺步不让 说不行就背着 所以我要用我的文方四宝 打败蒋介石国民党 这看似是一句好言壮语 那么实践发展 果然就是刚才龙宁所说的 去文人多以后 单刀夫会去重新谈判 结果柳耀子的所辞 这个老师友 这个动作本来是个很大的动作 但是它是个诗人唱和 一个个人行为 所以不需要经过什么 五大书记啊 什么的研究讨论 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 有什么星座啊 对 我拿来学习学习啊 我们包括现在经常 也是这么说 所以毛泽东信比 就把这个旧座 露出来送个链子 链子一看 哎呦 是大座大座啊 判交绝 对啊 然后当时就说了 中国有此以来第一座手 虽苏心 由不乱抗衡 旷语子乎 而且链子本身是个 自私甚高的 他说自己是跋扈词坦 他自认为 也是当时中国词坦的领袖人物了 对 也就是 但是他看了毛泽东这时候 清元存学以后 他感到 就自亏不如 有这个感觉 那么这个词 结果 刘亚兹拉絮 后来经过辗转 到了11月14号 在西明报晚看上发表 是到了吴祖光的手里 就是那个著名的 评剧表演艺术家 信凤霞的先生 吴祖光 当然那时候可能他们还没结合 他编一个天方夜谭 这么一个副刊 在他里发表的 所以发表以后 这可了不得了 这是轰动重庆 轰动国董区 按照我的话说 他横扫中国20世纪词坦 就这次一出 20世纪就没什么词了 第二 他粉碎了国民党 对猪毛红军的妖魔化宣传 因为当今国民党还执政 所有的媒体他掌握 所以他一天到晚说 这个共产共欺 杀人放火 是妖魔化的 很严重 那是共匪 对啊 土匪 山代王 好了 今天这个土匪来了 这个土匪头子来了 到重庆来了 而且发表了一首词 叫清元成雪 大家一看都傻了 尤其这个所谓重庆 他就陪读很多知识分子 那一看 炉此高谷堂皇 风流替挡 大气磅磅的词 别说一个土匪了 你委员长写得了吗 关键是这个反差太大了 因为在普通人的心目中 你说你土匪 那是胸无点墨 杀人如麻 这种感觉 没想到呢 这个国民党口中的 这个共匪的领袖人物 就能写出 这种绝没有好词来 这个心理的打击 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首先对蒋介石打击他 其实蒋介石 当然是深知毛泽东其人的 但他不敢 或者不愿意 面对这样的现实 他就把他的文档 陈木雷叫来 就问陈木雷 他说你看这是毛泽东写的 陈木雷这个人 比较实际是 他说毛泽东这个人 对中国古典文化 古典诗词造语极深 而且像这种霸气 非毛泽东莫属 这他倒受到要害了 就甚至填词 可能有很多人都填得很好 但这种气势啊 是学不到的 所以这样是一体当里面 那这样 你现在给我去找点人 来跟毛泽东这个词来喝一喝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 出来一个奇观了 就是变成这个几千年 中国文化史上 尤其诗词词词上的一个奇观 然后果然陈木雷去找啊 那重庆当年这个 学富武池才高八斗的教授 诗人作家多的是啊 不如大家认识喝毛泽东的千千千千千 或者批判他或者淹没他 反正不要让他喝里几群 他定国安邦文韬五律 诗词于是泰山北斗 他三十二岁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不惑之年属风流人物 黄看今朝 一代为人指点江山 留下多少激扬文字 诗诗合一 隐悟书怀 壮丽诗文 冠绝古今 敬请关注讲武堂正在讲述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下 《气园春雪》 1945年在重庆发表后 为全国文化界所瞩目 有十多种报刊 发表了《不允畅和之作》 当时的新民报网刊编者负重 说他疯掉独绝 文情并骂 而气魄之大 乃不可及 一时 重庆民事畅鹤不绝 所有这些刚才我们说到 就毛泽东这个词 你单看了也许没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你拉其他在那比 确实变成一个反差 变成一个反衬 变成一个落差 就随着都不行 确实我们坦涉的时候 不光是对方那些批的不行 就是我方的 比如说看陈毅的 看郭沫若的 也都没法 就是实际上当时 当时这个斗 一开始国民党组织的力量 填清源村 组织一批人来斗 然后包括一些左派的 倾向于我们党的知识分子 然后包括我们党内的大知识分子 甚至高级将领 也是填清源村 陈毅就填了两手 还有董老 郭沫若那时候 还是算党外的 是我们的朋友 都填 但是我也仔细的 品读过他们的作品 就从整个艺术成就 他表现出来的气感 确实是跟毛泽东 是不能同日而日 所以他就带了什么效果 也许我把它有点放大了 也许我结合我们 今天的文化软实力的思考它 就是蒋介石一看 越看越丧气 越看越摇头 就是他确实跟毛泽东 没法比 那么这个事 就看出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了 就是你虽然贵为一国之尊 你可以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是你也就填不出 这个114个字 超过毛泽东 那你比如说 我们今天开玩笑 说嫌搞非地了 我就10个亿等着你 你明天上班 你把那个词交过 比毛泽东写得更好 你把这个11个亿拉走 他拉不走 弄不出来 那就说你举国之力 你都就弄不出 这么一首词来 那么你说 他是相当于多少 相当100个亿 相当10个军 他可能都不相当 但是他的作用也许 比这个加起来还要厉害 这就文化软实力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就想咱们可以回到 当年四五年 抗战刚刚胜利 中国正好面临 像何着去的问题 选择国民党 还是蒋介石 还是选择共产党和毛泽东 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在观望 在纠结 在犹豫 在徘徊 实际上应该说 当时国共明面上是两场较量 就是在谈判的同时 战场上还是在较量 然后是谈判座上的 你来我往 针锋相对 那么这一场文坛斗词 实际上是突然而来的 是双方意料之外的 但是这一场 就像您刚才说的 是体现了双方的 一个文化软实力的较量 这个较量的胜负 他的作用 恐怕不亚于 战场上的短兵相接 真刀真枪的刺杀 可能他所起到作用 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 就是他恐怕比那个 还要厉害 在哪里 就是当时 就是等于国人 正在选择这个 中国的这个前进方向 或者选择这个执政党 那么国人 或者按照中国传统文化 我的理解 就是选择领袖 也很简单四个字 叫军师合一 军就是这个人 马上马背上打天下 当军王 师这个人当老师 当中科院院士 当博导 那么把这两重身份 合在一个人身上 这就难了 因为我们看中国历史上 要么就是 他一直是两分的 是吧 从孔子开始 这个治国的理念 什么这个文化 这个什么都更说了 思想全有 但他这个推行不行 他到了晚年 十四年 黄黄楼上家之选 没有人听他的 那么一直到向里边 这个都容易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满腹经伦 人格也很高级 理想很高远 但他的执行能力 他的沟通能力 交际能力 往往有点局限性 他们可能呢 还是经常感到呢 自己这个 天生我才不得用 空怀报国之志 而实际上我们 说句客观的话呀 这些怀有这个雄心壮志 怀有报国之志的诗人 你真让他放到某一个 特别重要的岗位上 去独当一面 他还未必是非常合格的 不是为何 所以就像您说的 他两者 两者很难合而为一 基本上我觉得 我基本上是觉得是两分 您刚才说的 我补充就是李白吧 咱们一直说李白 我们再说李白 但是李白的才华 是吧 就不用说了 李白的个性 李白的狂傲 是吧 天子忽来不上船了 自称称世九中仙了 但是同时也有很俗的一面 一旦这个皇帝的赵叔来了 把他招进长安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号人 这时候那种得意忘形 是吧 你马上就看出来 但是他以为是去 到长安进中常委了 实际上是 调到中央购物团写歌词 他就是去写点歌词 然后他有时候旁天了一点会 他后来自己 这个人倒很坦率 在实力写 未以经济策 忙碌最烟雾 就是你说的 他根本就弄不清 这事情怎么弄 治国安邦的事实是弄不了 但是字是很高 那么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这个中国 这个文化传统里面 这是一种现象 同时能解决问题的 比如打天下的 导师文化不高的 像刘邦啊 像朱元璋啊 但是我们要把这两种人 合在一个人身上 就来了 但是这次毛主席到重新 发表了这个 清元春学以后 就让国董区的很多人会想 这个人的能力 不用怀疑 是吧 当你上几岗上去几百人嘛 然后五四围剿 万里长征 今天变成了 正规军 号称是120万 明明二百万 根据这些人可超过一个亿 讲究是你都把他 起来平均面倒谈判 这是第一条是已经 充分证明了 第二条文化怎么样 所谓当师怎么样 那有这种清元春雪 我觉得也足以说明了 他 定国安邦 文韬武略 师赐于世 泰山北岛 他 三十二岁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不惑之年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一代伟人 指点江山 留下多少激扬文字 诗诗合一 有物输怀 壮丽诗文 冠绝古今 敬请关注 讲武堂正在讲述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下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 围雨茫茫 大河上下 顿石滔滔 山舞银蛇 圆池辣巷 与天宫 势比高 须晴日 看红庄素果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交 因无数英雄 静折腰 喜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 稍训风骚 一代天骄 长吉思汗 指石湾宫 十五大雕 据王尹 属风流人物 环看今朝 应该说呢 通过这一首词的发表 他们对 通过这一首词 对毛泽东 对整个中国共产党 对整个中国的前途 到底往哪里走 谁今后能够真正的 掌握天下 应该很多人 有了一个 基本的行动判断 对啊 应该是 这就是您说的 文化软实力的错语 我说的是文化软实力 而且毛泽东对文化软实力的 这种重视神度 也是古往今的罕见的 其实我刚才前面还提到 我说有两个点 前面还有个点 就是说这个下区一开头 西秦皇汉武 它是以西字来领下面的这个七句 西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什么的往下 西叹西的西 晚西的西 可西的西 可西了谁了 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可西什么了 掠书文采 骚训封骚 指示万工舍大 对啊 风它指的是国风 骚是离骚 它一般是指的是 文学作品的代称 或者是才华的代称 说到一回事 就是这些人呢 虽然别的方面可以 但是文采掠训 那么要个参照 跟谁比较掠训呢 那我的解读 那就是跟我毛泽东比 他们还差一点 毛泽东的高度 我认不觉得 他是纵观 纵然两千多年中国历史 那就拉出这几个 最厉害的人 那讲文采还是差一点 但他对前面四位 还是比较尊重 掠书和烧训 那就比我稍微差一点 差得不多 但纯津思汗就 距离比较远 指示万工舍 只可以用舰射鸟 这就不行了 其实这个就是 说明毛泽东 对文化的高度重视 所以他从来讲两杆子 是吧 在延安卫 赵大会他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 一支是朱总司的领导 拉枪的军队 一支是卢总司的领导 拉笔的军队 枪杆子和笔杆子 他就讲两杆子 而自己身体力行 从军事著作 包括甚至我们后来看 这个三大战役 他指的三大战役 他亲自起草电报 将近一千封 这个时候 他不管当了统帅 他还当了参谋长 当了座战部长 当了座战科长 当了座战参谋 还当了宣传部长 对啊 宣传这个文庸电报 指挥到 甚至指挥到团 都是他自己亲自起草的 这个我觉得在古军 中外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这个蒋介石 一开始对毛农是不了解 实际上后期 很多新华社的电讯 也是毛农起草的 我看过一个回忆史料 就原来有个电讯 是我们的一个记者同志起草 起草以后 送给毛农去订稿 毛农就改 改了以后 再送到新华社 那个同志一看 就很惭愧 为什么呢 整天文章出了新华社 某月某日变 这几个字没变 其他全改 可能毛农后来也说过 实际上整个毛农里面 只有少数的几篇 可能是有其他同志先执笔 但最后改定还是毛农 这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呢 像这样的还是啥 非常罕见 基本也是应该是 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 这个千身雪这种词啊 因为它影响太大 所以它实际上是变成当年一种现象 就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诗词史上 因为一首词 引发了如此一场这个文化大战 但最终当然是国民党打了个败仗 彻底打败了 而毛泽东和共产党重塑形象 就是文明之识啊 威武之识啊 他定国安邦 文韬武略 诗词于世 太商北斗 他 三十二岁 问苍王大帝 谁主臣服 不惑之年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一代伟人指点江山 留下多少激扬文字 诗诗合一 有物书怀 壮丽诗文 冠绝古今 敬请关注 讲武堂正在讲述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下 据史料记载 1945年11月14日 新民报晚刊复刊 西方夜谭刊发沁元春雪 这首词后 11月28日 大公报也发表了毛泽东 与刘亚子唱和的两首永雪词 郭默若率先发表两首贺词 圣赞毛泽东 永雪词气度雍容 格调高 邓拓 陈寿 陈寿 陈毅等人也都一怨奉赫 12月4日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中央日报等报刊 也同时登出 围剿毛泽东 清源春雪的贺词 意图在意境 气势和文字上超过毛泽东 但是统统稍去放脏 据称当年刊发的贺词 不下50首 评论解20篇 我们前面讨论的比较多的 还是就是 毛泽东革命生涯 战斗生涯中 那些和中国革命历程 结合得非常紧密的那些诗词 实际上毛泽东还有另一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有些词还能体现出毛泽东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青年才俊 他的那种感情 他的那种情怀 包括他最早写给杨开慧的 那个于美人 包括这个著名的点点花 我是娇阳君师柳 杨柳青阳直上重宵请 万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胖出桂花景 寂寞嫦娥书广秀 万里长空 且为终魂武 呼抱人间 藏浮湖 泪飞顿坐 轻盆雨 您对这个桂花还有另外的解读 对 这个桂花呢 当然这首词是很明确 他回答这个李淑仪的 他专门说了 意思是当年那首宇美人 他觉得有点带动个人的 所谓这种恋情 爱情呢 甚至所有的小字情调啊 因为毛泽东写 完成个人情感的词 确实很少 写完两首以后 基本上就全是大感情的 包括现在我们要说这个 点点花 也是很大的感情 那么他重新来写这个 首先他的一种想象 这种浪漫 把月宫那么想象 这个吴刚啊 什么捧出过下酒啊 然后寂寞长河书网秀 万里长空 且为终魂武 这种想象力 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 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想象力 但是这个时候 他把女情长 已经抛到一边去了 所以他这种词 既是婉约 又是豪放 即婉约与豪放于一身 他是从婉约转向豪放 豪放 从个人情感 转向为革命的情怀 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 你一开始 就是柳志荀 是你李淑一的丈夫 杨开慧 是我的娇洋 心爱的妻子 是从个人情感出来的 那么他们牺牲以后 到了月宫里面 但是一到最后 最后两句突然一转 就转到呼抱人间 成福 革命成功了 对 内非登座 内非登座亲朋 对 这个一下子 把这个意境全都提上去 这个桂花酒 我是觉得这个桂花酒 很有深意 在哪里 这是贺子珍 就是1928年龙原口大街之后 毛泽东和当年的 所谓永兴城里第一美人 永兴一枝花 18岁的贺子珍结婚了 那么贺子珍是秋天出生的 小名字叫桂花 后来就是庐山会议之后 一些故事 就是在庐山他们不是见了面吗 见了面但是也谈不神 就是贺子珍那个时候已经有点严重抑郁症吧 就见到了主席以后很激动 他就等于就是没法交谈 一直哭 贺子珍一直哭 但是此后毛泽东还是给他写了很多信 通过林明给他转 抬头都是写的桂花 而且在1964年 他以前好像就写字争 是吧 也写过字争 对 自己的字 但是您说的写的是桂花 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的很多资料都知名了 写的桂花 因为他小名就叫桂花嘛 嗯 那么有一个资料表明就是 上华两口字啊 在1964年 有一次向毛泽东所自 说为了尽身母亲 毛泽东就书写这个 嗯 叽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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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毛泽东一上那写 我是 本来应该是我是交洋 我是交洋 对 毛泽东一上写 我是洋花 写四个字 他们两个就一看就写的不对啊 就马上提醒说 这个不是我是交洋吗 他们就马上拉过纸来以为要换了 毛泽东就略作成因 停顿了一下 他们有时就要重写了 毛泽东说 缓缓地说四个字 称羊花也很贴切 那么后面他们的解释 就是他们的回忆文章 说这个称羊 什么意思 嗯 就是羊和慧 称花什么意思 花就是一种逆称啊 或者什么这种意思 但是我的解读就说 羊是羊和慧 花就是贺子珍 所以我是毛泽东把这首词 写给了他两个最心爱的女人 一个是他的第一夫人 然后就贺子珍 陪同花等于是经过十年最艰难困苦的十年 从这个江西 长征到陕北 最后贺子珍到莫斯科去了 所以写出一首千古巨唱 所以这首笛亮花 我认为他达到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他定国安邦 文韬武律 诗赐于是 泰山北斗 他 三十二岁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不惑之年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一代伟人 指点江山 留下多少激扬文字 诗诗合一 有物输怀 壮丽诗文 冠绝古今 敬请关注 讲武堂正在讲述 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下 我师娇阳君师柳 杨柳青阳 直上重宵酒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胖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书广秀 万里长空 窃未中魂舞 呼抱人间藏浮虎 泪飞顿坐 亲朋 蝶蝶花打李书一 这首词 是毛泽东诗词中 唯一的一首 上下却不同运的词 毛泽东宁愿转运 也要用蝶蝶花 这个词牌 足可见毛泽东 对这首词的偏爱和执着 而毛泽东的每一首诗词 又都是经过反复斟酌 和精心雕琢的 他的很多首诗词 都是经过反复的修改 而且不但自己改 而且有时候还请其他的人 比如说党内外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战友 包括董老 叶帅 陈毅 广泛地征求意见来删改 对 这样生动的态度 是非常难得的 他这个 我觉得上下也说明 他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的自信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讲三不朽 是吧 讲立德立功和立严 那么他的立严 就是我们换个通知的说法 就是毛泽东这一辈子 他打散了两座江山 一个在马背上得了 一个射击江山 另外用笔 打散了一座文化的江山 所以文化的江山 我们就是从孔子 区元一路过来 我们手到鲁迅 在这边也有无数帝王级的人物 但是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 很有分量的人物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诗词 包括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已经是成为中化文化中 一种特别的基因 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 我觉得可以怎么说 你要说这个基因 我倒非常认同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它艺术特点是气势磅礴 想象浪漫文字化美 但是它的精神内核 我觉得是胸怀天下 目标远大 笑看风云 必胜信念 一直坚定一往无前 我觉得这是它这个类合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气势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可以是看到 中华民族精神的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主流价值观 最可保贵的民族性格 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那么毛泽东诗词 我是不是和现在我来谈一下 这个三点的小的结论 就是我个人看法 第一 可以说毛泽东是一流诗人 所谓一流诗人 就是放在两千多年 中国的文化长河里 而不是因为考虑 毛泽东这种特殊的 泡泡他的政治身份 不说这些 就纯粹放在十二个长河 两千多年比较 仍然是一流诗人 原因是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 包括他今天普及程度 超过礼拜 是吧 包括这个习总书记 如此喜欢引用他的诗词 再个就是有三分之一 就是我个人认为 有三分之一成为名片 就可以传世的 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张若虚 毛收唐十三百首 张若虚就是一首春江花月夜 但是以孤篇横角 他这一篇就足以了 就跟张鸡的这个 风桥叶博一样的 故事成为寒山寺一样的 可能就录一首 像是千古传唱 对 甚至像王岩石 就是一句 春风又绿江南二 一个字 老师讲一个 就讲这个绿的好 就这个字用的好 绿 那么毛泽有二十首传世 是吧 同时有很多景句名言 我觉得刚才您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点例子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我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唤星天 江山如此多叫 风景这边独好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道 不管风吹浪大 甚至闲亭信步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再显风 天若有心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桑桑 不到长城非好汉 踏遍青山人未老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红军不怕远真难 万水青山之内线 就是类似这样的句子 我觉得已经变成了 我们民族的一种景句 也好 格言也好 而且大家耳熟人想 尤其我回忆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过春节 贴春联 就是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道 至少有差不多 将近十年 家家的春联就是这个 这是第一个吧 第二个就是 毛泽东古为金用 所谓古为金用就是 用古典诗词这样一种 看好像是过时了的一种形式 他来写现代的生活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和社会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完成的 很自然 不露痕迹 而且基本上是他一个人 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人在写 但是仍然还没有拖出来 仍然在这个古典诗诗诗 这个科就里面 左撑右图 但是毛泽东是轻而易举 一个人把它完成了 第三个就是诗诗合一 在这个二十多年 一共二十多年诗 基本上是有意无意的记录了 用自己大气磅礴的 规律多姿的 文采风流的诗诗创作 有意无意的记录了自己领导的 艰苦卓绝的 惊天动地的 波澜壮阔的 翻天覆地的 斗争历程 我用四个成语 形容毛泽东的 这一生的斗争历程 所谓艰苦卓绝 就是一介书生 起于草根 你想看他一个 韶山冲的龙民老人死 千难万险 见过悲伤 什么苦没吃过 第二 所谓惊天动地 就是以若抗墙 以卵及时 石破天津 当你上井河山 那不是以卵及时吗 所谓波澜壮阔 就是从小到大 北川国际海 势不可当 所谓翻天覆地 就是乾坤再造 倒塌一个底朝天 开创一个新纪元 毛泽东是用诗写诗 也是以诗写诗 正式写诗 主要是创的历史 于诗写诗 诗诗合一 诗为诗诗 这才是一等一的 大诗人大书笔 所以我冒叫一声 就学毛泽叫一声 毛泽东一千古一人 既是前无古人 恐怕也是后无来世